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肉是不是很羡慕 是不是恨不得浑穿胖低过一把吃不胖的瘾 哈哈别急别急 本着造福大家的心态 爆炸君这就给你们说道说道 为骂咱们胖低总是吃不胖 这话还得从咱们的热巴小姐姐开冰箱的那一刻说起 我不会吃太多的放心 吃和酸奶吧 双开门豪华冰箱这一打开 竟然只有几根黄瓜 一根玉米 再加上几瓶酸奶 没有一丁点高脂肪的贡献 就问你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说好的大家一起贴秋标 她却悄悄在刮汁 吃瓜网友们也是泪绝不爱 好在咱们的热巴小姐姐十分贴心 保持身材的小秘诀在此 话不多说 上视频 话都说到这儿了 各位小伙伴们还不快快行动起来 刷锅洗碗炒炒菜 我们都是快乐的小兽子 俗话说得好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型人 要输桂圈的女儿奴 就好比黄河之水 滔滔不绝 比如咱们伐木类的超哥 别看咱超哥在节目里各种搞笑 各种无厘头 分分钟笑翻一大票吃瓜网友 私下超爸可是十分靠谱的 带女儿更是一把好手 这不 连咱们的娘娘都忍不住在微博上 分享起父女俩的甜蜜日常 什么你帮我整理头发 我帮你整理有貌 两个人在泳池里的深情对视 妥妥的偶像剧即时感有没有 爆炸君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父女俩之间的满满爱意 喝个水也要深同步 默契一百分 还有两人在草地上快乐的玩耍 超爸教小花妹妹骑车 就算是照片 爆炸君也能看出 咱超哥对小花妹妹这十足的耐心 也是献上一众网友纷纷直呼 为超哥小花妹妹打扣 还有什么 如果超哥带小花妹妹去参加爸爸去哪儿 一定很好玩 超哥会抓狂吗 太幸福了 超哥是个好爸爸 喜欢你们一家子 要一直幸福下去啊 说的咱超哥 直接放出娘娘抱着等等的温馨照片 完美地完成了秀幸福两连机 一家四口骑上阵 就问你们服不服 盼天盼地盼星星 终于盼到咱们的小燕子赵薇当主厨了 想想还有些激动呢 但上周的预告里 咱们微主厨那呛翻众人的香辣蟹 不仅惹得一众吃瓜网友怀疑 咱们的小燕子当主厨会不会烧了厨房啊 不过港珍 看咱微主厨切黄瓜的样子 还有那一气呵成完成的珍珠丸子 爆炸军只想说 微主厨我看好你哦 果不其然 尼里微主厨在节目里就十分自信地上演了一番 啥叫万物皆可火锅炒的独门绝技 前方高能 请在吃饱的状态下观看 哇 香够味啊 哇 这味飞长辣 看看这黄瞪瞪的梭子蟹 再看看这辣椒与油碰撞出来的激情 反正爆炸军的唾液已经泛滥了 你们还好吗 要说咱中国 做饭那是讲究色香味俱全 这味道嘛 自然就由张大厨来尝试了 嗯 够辣 咸蛋也可以 可以哈 嗯 可以 那就行了 我也不适了 得到了张大厨的肯定 咱们的微主厨也放开手脚 大展厨艺 什么洋葱炒鸡蛋 满满的家常口味 火锅底料炒青菜 火的外国小姑娘一愣一愣 笑点担当就是你了 不知道下周微主厨 还要推出啥新菜品呢 红红火火 明日之子三强已经诞生 小哥哥们的台风 也越来越有明清发 要说这期节目里 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 那非得是咱们的 助演嘉宾王家尔小哥哥啦 一段Rub 引发全场尖叫 满身潮达配上巴比龙 这也难怪迷妹们疯狂打扣 其实啊 别看咱们的小哥哥 在明日之子里 各种狂拽酷炫 在其他综艺里 可是小可爱一枚呢 从摆脱了冰箱 一路蒙到快乐大本营 跟何老师的 荷尔蒙组合 也是乐番一众网友 我们咳嗽的时候 我们喝什么高 再看最近的极限挑战 对队友误伤淘汰的小哥哥 一脸的委屈 看到一大群妹妹粉 女友粉 秒变阿姨粉 大呼心疼 在奔跑吧里 大喊球放过的模样 也是real可爱 哥 当没看见我哥 你们就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表演节目 我们立马让你走 男人说话算话 表演完你就让我走 散逗事儿 爆炸军只想说 王家儿小哥哥 可哭又可蒙 这样的爱豆 谁不爱呢